日本大荊棘最新潛艦雷津號下水 2025年要服役 日本的潛艦到底有 多厲害 对有多厉害 因为那个日本前海军将领 不是说台湾自治的那个略优于日本 本来可以啦 后来因为怕有卖过贼 所以我们变得次一级 但是也差不多 我稍微讲一下 日本它的潛艦的发展 以现在来讲 主力战争有三种 清朝籍昌龙籍跟大荊棘 简单如果以时序来讲 观众朋友有个概念 清朝籍大概是2000年以前 当时所设计跟下水 昌龙籍大概是2000多年左右的 那现在最新的是大荊棘 大荊棘现在最新的潛艦 雷津号在这两天下水 雷津号是大荊棘的第四艘潛艦 好首先我先讲 刚刚我讲这三个级别 日本的潛艦都是柴油 可是从昌龙到大荊棘之后 你可以讲叫财电 所以有些观众朋友或者是一般的民众在那边讲说 台湾为什么不能做核动力的潜艦 没有啦核动力潜艦没几个国家 连日本的智慧队用的也是财电系统的 那这一次雷津号下水 其实有几个关键的指标 第一个他的那个箭尾的那个纬舵 是X型设计 跟我们一样 有没有很熟悉 然后国民党就说你看王立宇 谢蜜 谢你的头 日本也对外讲他们是X型 这个就不是 这可以公开好吗 好 那大家一定很好奇嘛 我们现在潜艦国造的 我们的潜艦跟日本的新的潜艦 为什么都是用X型的纬舵 X型纬舵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 它会让潜艦变得相对稳定 而且它在急速要上浮或下沉的时候 可以增加它的角度 所以简单来讲 X型的设计可以增加战斗能力 你要突然往上走 往下走 速度会变快 而且相对的稳定 那2025年服役 我特别要提这一段是因为 我们现在为什么台湾的潜艦国造这么重要 如果你从北到南 日本最新的潜艦 大晶级的雷津号 第四艘下水之后 它总计的潜艦在日本会有22艘 好多 台湾现在4艘 所以我们立委选举决定是1艘还是8艘 1还是8就差在这 南韩20艘 越南都有6艘 印尼也有4艘 所以第一岛链很清楚 所以我们至少要8 8艘是基本的 所以分享日本的状况 也证实了台湾不要变成是 整个第一岛链 大家民族潜艦网的破口 好 第二个 这也要佩服日本人 我们大家小时候都看钢弹 看卡通 就日本人对于电池炮 一直都有一个很深的憧憬跟向往 就是可以设电池坡 设电池炮 可是这个不是日本专利 美国人其实也设计过 美国人其实有尝试设计过 可是几年前美国宣布 不做了 暂停 其实就是失败了 为什么 因为美国在开发电池炮的时候 发现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用电太多了 所以你想象一个状况 今天有一艘战舰 然后上面有电力系统 然后在战舰上面 直接装个电池炮 一次就耗掉了整台战舰 非常多的电力 那怎么办 所以第一个耗电多 第二个射程不够长 第三个就是容易坏 所以这三个因素底下 美国就说不开发了 可是日本因为面对中国的威胁 中国跟俄国 他们大力的在开发什么 超音速飞弹 那现有的防空系统的 燃域的一个功效不够好 所以后来发现电池炮 日本现在开发出来了 成功进行试射了 有个独特的效果 拦截超音速飞弹的效果 非常好 所以他们不但研发出来 而且还可以 把你的超音速拦掉 其实超音速飞弹 包含洲际飞弹 日本人这么强 没有 我还要讲 就是因为他们 我们一直在讲 日本人对于那个电池炮 跟人形的载体有向往 可能是受钢弹影响 对 真的这是开玩笑讲 可是确实也是他们有一种 很坚持 可是这个坚持也确实有成效 结论了 为什么要用电池炮拦截 很难被侦测 也很难被反拦截 所以基本上 日本现在花这么多的预算 要去开发电池炮 也是因为要防止中国的超音速飞弹 中国的桌际飞弹 就是中国嘛 这个导弹鬼 一天到晚又对日本 又对台湾 就是说他们 真的是处在一个很 很莫名其妙 扩张主义非常盛的 这样子的一个思维里面 所以搞得大家都很忙很累 好吗 接近帮我们的国军跟美方澄清一下 很多人讲说 美国卖给台湾的东西都又贵又烂 破铜烂铁 中间有没有很多人污钱 国民党最爱这样解 今天我们来专家来破解一下 好的 我们之前美国国防部 中国台湾跟蒙古办公室 除了胡振东 他常常也跟大家讲很多 军事上面的知识 他最近跟大家详细的解说 整个军购的流程 首先第一个 为什么台湾常常拿到的报价都比较贵 简单来说 我帮他做总结 三点 第一点是 美国因为考量到中华民国 台湾的国情 所以他们不希望 卖给我们的军务 我们有追加预算的情形 他会先抓一个叫初估的价格 而这个初估价格会非常宽裕的抓 讲白了啦 比方说今天这一艘直升机 可能本来只要三千万 可是我们担心它可能会有浮动的成本 那就抓一抓可能变四千万 他就会报这个四千万给台湾 不要让台湾追加预算 但我们实际上买不会是最高的 那再来 目的是为了不用追加 对不对 实际节问的问题就是 那我们买的金额是怎样 美方卖给台湾的军售流程都是这样 估给台湾一个价格之后 中华民国的立法院通过之后 他们才去算实际精确的价格 而99%美国卖给台湾的军售 最后都是比实际的价格来的低 就是有折扣的意思 有折扣 那唯一一个我还要讲 有特例 一次 近年来唯一只有一次 卖给我们的军售 后来不仅本来预算不够 还要追加 就是有关于热山雷达 热山雷达站 雷达站在兴建的时候 因为后来遇到了台风 把整个路都吹垮了 很多人也被困在山上 所以后来 我们的厂商 直接租俄国的直升机 把人员租载下来 所以多了成本 这才追加 其他都没有追加 对 那个是天灾 对 天灾是没办法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点是 美国卖给台湾的军售 绝对不可能有贪污 因为它是整个监察 可是售后一条龙 什么叫监察 所有的账 是美国政府来主导 所以基本上政府对政府 不会有人上下其手 那售后一条龙呢 就卖给我们的 所有的专案项目 都是包裹式的 包含作战人员 后期人员训练 战力的培养 后续零件的维修 所以基本上胡振东 这样跟大家讲清楚 大家就知道 不要再被那些谣言 给抹黑给误导了 那最后一个我要分享的是 我们知道全世界 现在零组件 生产都塞车 可是呢 最近破音哦 开始做3D列印 3D列印到夺扯 阿帕基的零件 这也可以哦 也直接用3D列印 而且这3D列印到 本来一年的时间哦 缩短 可以缩短到半天 可是也真的可以用哦 可以用 是这3D列印 3D列印这么强 你觉得只有阿帕基零件吗 不是他感觉 要作战的耶 金属列印 不是纸啊 我知道我知道 金属列印 其实 对 好 然后我补充 你说不知道可不可以 对不对 对啊 好阿帕基我不知道 但我可以分享另一个例子 他们现在最大可以做到什么 做最大的3D列印机哦 可以做M1坦克的车身 连车身都可以3D列印出来 而且可以用 那岂不是余将军的梦寐以求的东西吗 对对对 所以一年的零件的时间 本来要做 现在剩半天嘛 那这可以有效的让整个 对 民主朋友们 这个军援可以比较快一点 好 最后一个 美国的机器狗 再来再讲一下 机器狗 现在中国制的机器狗 因为现在抢便宜的 中国有卖机器狗 淘宝上面的一台机器狗 8万块台币就有了 美国现在把这个机器狗买来 淘宝买来之后 上面直接加装武器 然后直接在实战测试 可以用吗 还在测试中 但应该看起来是可以 反正我们就等着看 还是给大家分享一下